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时连接完成 进入拍摄界面后 点击拍摄功能图标 可进行全景拍照 延时摄影 轨迹摄影操作 1.全景 点击全景拍照进入设置 波动摇杆控制器 选择你全景拍照的A点 点击添加拍摄点 波动摇杆控制器 选择你全景拍照的B点 点击添加拍摄点 设置完成后 下方会显示横向拍摄点数和竖向拍摄点数 如果对设置A B点不满意 可点击删除 重新设置 点击开始录像 倒数三秒 稳定器会自动进行拍摄 你也可以根据您的需求 在下方调整拍摄间隔和拍摄方向 2.延时摄影 点击延时摄影进入设置 滑动手机调整快门间隔和持续时间 系统会计算出生成照片数量 点击开始录制 倒数三秒开始拍照 再次点击拍照键可停止延时摄影 3.轨迹摄影 点击轨迹摄影进入设置 拨动摇杆控制器 点击添加拍摄点A 拨动摇杆控制器 点击添加拍摄点B 您可根据您的需求 添加更多拍摄点 拍摄点最多可添加5个 选择拍照模式 照片或视频 在照片模式中 您可选择拍摄间隔和曝光时间 最后设置您需要的拍摄时长 点击确定 点击开始录制 您也可以在稳定期中进行轨迹摄影 单击彩单键进入菜单选项 拨动拨轮找到轨迹摄影 单击右键进入 拨动拨轮可选择预设 模式 关键点 时间 预览 开始 拨动拨轮寻找模式 单击右键进入 您可选择您所需要的模式 单击右键确认 单击右键进入关键点 通过上下左右拨动摇杆 选择您所需要的拍摄角度 单击右键确认 关键点A 再次拨动摇杆 选择关键点B 单击右键确认 您可重复以上操作 设置多个拍摄点 拍摄点最多可设置五个 关键点设置完成后 拨动拨轮 单击右键选择时间 单击右键进入设置 可根据您的需要 拨动滚轮调整拍摄间隔 和拍摄时长 单击左键保存 保存完成后 系统会跳转到上一级菜单 单击右键选择预览 稳定器会快速模拟 轨迹摄影运动 预览完成后 系统会跳转到上一级菜单 单击右键选择开始 稳定器将进行轨迹摄影 双击拍照 录像键可退出轨迹摄影 你也可以选择预设 根据您的需求 进行DIY设置 保存记录后 无需再次调整设置 点击开始 即可进行轨迹摄影 今天CreamOS的操作介绍视频 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